Hello 各位MKC观众朋友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了 这一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谈的主题呢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严肃 我们要来谈谈 一个叫做末端经济的名词 还有最近很夯的一个地方创生的概念 那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想合在一起来谈呢 其实呢是从 我老家竹山所看到的环境所开始 我想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谈一下好了什么叫做末端经济 其实呢严格来说他不是一个 很被严谨定义的经济学名词 他只是说因应说最近 一个很夯的那种 大家可以看到大街小巷里面夹娃娃机 商店淋漓这种状况 然后就被提出来说 有一种低成本然后快速的低消费这种经济形态 然后 这样的东西就被定义为一个说 我们叫做称为末端经济 那 严格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 让人家太乐观的经济态势 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老家竹山呢是一个 很传统的台湾很多会存在一个什么 称之为末落乡镇 就是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了 那里面可能剩下 老人和年轻人 那也没什么支撑产业 这样的一个城镇 那可以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样的城镇呢 它还是有个小小的市中心 大概700乘700公尺这样一个正方形 可是这么小的一个店 这么小的一个区域里面 你可以想像吗 他竟然开了7家的家娃娃机店 而且还不含 正在招租就是铁门 铁门拉下来 然后门口空着 门口空着正在说 欢迎大家来进出这样的 两家店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地方的人 他只能想到什么 只能想到那种 快速复制反正大家做 就赶快跟着做的模式 来什么 来看看 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 把生意做起来的机会 在我的观点面 这其实是一种什么 这其实是一种 有点自暴自弃的赌卜心态 就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会赚钱 但反正大家就这样做 我就来凑一脚试试看 搞不好运气好 我就成功了 其实呢 我们 从另一个悲哀的角度来看 我有去稍微观察一下 这些 所谓的 我们称之为 台主 就是那些机台的 层住人 或是拥有者 很大部分是 脚着冰狼 穿着短裤的在地 中老年人 或者是什么 很年轻的年轻人 所以 你不能期望他有什么 你不能期望他有太多的知识来做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价值创造 或做一些很新的行销手段 刚才提到了 这七家商店呢 七家娇娃机店 我都去看过 你会发现这七家跟一家是没有不一样的 各位去过娇娃机店吧 里面的东西怎么样 你甚至于平常时 你放在那边 叫你买也都不会想买 然后看起来没什么价值 那大家通通都 大通都一样 顶多什么 顶多只有那个娇娃机台的布置不一样 那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 是一种 知识 以及技术应用的什么 的 那个落差 造成什么 造成这一群人 他没办法 想像说 我应该怎么样好好经营一个什么 一个小小的那个娇娃娃机 事业 那 政府刚好 最近国外卫也提到 为了解决那种什么 地方人口老化 为了解决从向不平衡 这概念 他们 要透过地方创生这样的概念 来解决什么 解决上述问题 让年轻人回到地方之后呢 可以在怎么样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安居乐业 可以在这个地方里面营生 然后慢慢把他们的生意做起来 那他预计是透过什么 他逻辑是这样 建议要投资地方 然后地方有工作机会 有工作机会之后 里面开始支撑里面的人口的基本 实意住行的形态 但是如果各位你把这个概念 和我刚才所提的结合起来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不是说只要把投资机会拉进来 不是说地方盖起一个新工厂 盖起一个新的企业 然后呢 我们新的技术引进了 可能利用一些WiFi 或是一些什么新的数位工具 Anyway 并不是说这些东西进来就好 如果从刚刚的例子来看 你会发现说 在这个地方的青年 或是说在这个地方 以后真正要创新的人 他们缺乏不只是说 这些硬体资源而已 他们还缺乏那些看不到的 所谓的知识与能力的落差要来 消弭掉 他们还要知道怎么用这些东西 我举例来说如果刚才WiFi 在台湾被称为末端经济 可是如果各位有去日本看过 WiFi在日本已经风行了二三十年 它是一个什么 它不是一个末日产业 也不是所谓的末端经济 那你们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玩法有很多样 甚至于两个爪子被拆下 只有一个 有的东西不是去把它夹起来 而是把它推下去 等等诸多玩法 而且它里面的东西 也不像台湾里面 摆的是一些出枝烂造 你看了都不会感兴趣的东西 甚至还有一堆仿冒品 它里面是真正有价值的 正品牌的化妆品 甚至于名牌产品 这些等等会让你比较有价值感 Anyway 这些东西对于现在的那些台主来说 可能还是太遥远 但是要有人 逐步什么 让他学会这些里面 比如来说 有一个 在这一波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业者 叫 Cocome 物联网 他曾经说过他们的经营模式 是为了是要连接物联网 然后连接数位资讯来做为什么 商品的测试 展示平台 等等 可是呢 很不幸的 我在竹山这小小地方 竟然在相隔不到100公尺的地方 就看到两家同样都是这家连锁店 那也没看到里面的机台有做什么样的连接 那当然这毕竟是理想和现实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只是 未来如果要做好地方创生的话 除了刚才我们国科 国发会所那所提的要 引进企业投资 引进新的产品技术来帮助在地的人 来做这些之外呢 就如刚才我所讲 要有人来做什么 把我们这些管理市场行销数据分析 未来价值创造等等等等 这些值是什么样 来教会在地的这些人 让他什么能用这些技巧或甚至于能力或知识来什么 来创造他的真正的创生 原理来说创生是什么创生就是 创造价值的工作 而创造价值的工作就必须有上面那些事情 那对在面前听我讲这么多的各位老板们 那你们机会在哪 各位 那要做这些事情谁来做 就是各位啊 因为你们经营的know how 你们经营的一些 小小配合 或是你们的产品 甚至可以帮助这一小端的 未来当我们地方创生全面在台湾普及的时候 各位可以想想看哦 如果我们大小乡镇都要推这些话其实是很多差异 很多小的机会可以来切入 那各种业态里面其实都可以成为创生的可能对象 那各位的know how 其实就在这里面可以发挥作用 也可以在里面找到商机 这是第一个层面 当然啦 另一个层次就是如果地方创生做得比较成功 是日本的话呢 除了把在地的人能做生意做起来之外呢 其实它也很重要的关键 各位你们想想看哦 如果地方创生 就是台湾的企业台湾的人 自己在这边 玩 他顶多做到第一个层次 就是让原来聚集在都市的人口 回流到什么 回流到地方 但 对整个台湾来讲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零和游戏 你没有创造多余的价值 还是这一群人的资产 在这个岛里面进行交换 所以真正的地方创生要创造价值的话 不外乎两条路线 第一条大家耳熟能想的就是 要变成观光的知名景点能什么 让外地外台湾之外进来消费进来 观光旅游 那另一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景点 应该是想办法让你未来的什么 未来的服务 或未来的产品 透过创生之后怎么样呢 能走出台湾之外 变成一种外贸 外贸商品 那像日本 的一些地方创生成功的话 已经把他们什么 把他们在地的那个一些 产品变成高端的 可以卖出去的高价品来进行 对外贸易 那像这种就是一个比较 我称之为 比较有 利润或比较价值创造 可以走出去的一个创生模式 那希望未来也可以走到这一端 当然如果要走到这一端的话 那 现在再听 我说了 论述的各位老板们 你们就更有机会 因为 毕竟 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中间的 Note How 又更多需要什么 更多需要各位辅助 也更代表什么 更多商机存在 那今天呢 就先跟大家暂时 谈到这个地方 希望呢 我们的末端经济 可以转型成为一个 可以看见希望的未来经济 不要再沉稳下去了 好了 我们下次再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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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